好同學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問題 剛剛的問題裡面我們牽涉到 牽涉到這個問題就是 它的垂直問題剛剛談到長度 然後我們現在繼續談角度 我們繼續談角度 如果現在這個角度要證明要垂直 那我們之前有討論過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要討論 同學可以回顧一下之前老師跟同學討論的 就是我們可以對他做什麼 我們可以對他 我們討論角度的時候大部分都會考慮 凹四邊形跟八字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沒有凹四邊形去討論 為什麼 請看這邊 我們現在講A C P 已經是45度 所以你最主要證明A C Q 等級度 是不是45度 那證明他是45度的方法有 可以1比比根號2 直角三角形 或者是你利用凹四邊形去討論 但是凹四邊形真的是不太好證 那你要證明凹這裡沒有凹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故意這樣做一件事 等一下 超連結 我們會做一件事 我們如果過Q點做 我們會過Q點做A 我們會過Q點做A 喔好棒喔 這邊總共有 同學看 這裡總共有幾個2 4 6 6個三角 6個問題 那老師隨便撥幾個問題 討論就好了 如果今天我討論的是 對頭形 我們也要講外形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等於要 來 就是傳統的 所以同學想到對不對 這是一般的總統定理喔 好那這樣怎麼做啊 來同學想一下 如果我有辦法證明他是等於要直角三角 那這不就45度了 還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認為這是不是直角三角形 如果他第一個問題他是等於要直角三角形 就解決了 那你要證明等下三角 第一個你要證明他90多 你要證明他90多 那同學可以怎麼證明他90 我們可以怎麼證明他90 直接證明不太 直接這樣看不太容易分 如果你要用邊長的話 假設這裡是A這裡B 這裡是小A這裡小B 那表示你要證明他是2分2的A加B 到目前為止很難看 我們現在證明他先證明他垂直好了 那第一個呢我們會發現 抱歉 這個角是直角 我們要證明他直角不是 它是直角 那這個角我們 不妨把它分成兩個角 所以如果老師這樣連結 那我就證明一個 一個是角2 然後呢 角2加上角3 我們證明角2加角3等於90度 可是目前為止 角3會跟誰合起來90 很明顯對不對 就這個 好我們知道角3加角4是90度 所以我現在目標只要證明角2跟角4是一樣大 問題就解決了 喔 所以同學想喔 角2為什麼會跟角4一樣 因為你會想到角2在哪一個三角形中 對 是這個三角形 然後角4是不是這個三角形 那這兩個三角形會不會全等 會不會全等 如果他全等以後角2等於角4 那角3加角4等於90度 所以角2加角3 這個角就90了 那90你還想剛好證明這兩個長度一樣 這兩個長度一樣 所以這個三角形 Q C S就是 等於1 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個角是不是45 那這個角本來就是45 所以這個角就變成怎樣 490度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這樣做的一個方法 是先跳出去 好 好 我們之前有談凹四邊 那因為圓 circle是圓 這個圓的部分我們 因為還沒有交到圓 所以還沒辦法做 然後同學看到 precedent and meet meat 就是 總統定義跟終點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總統定義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呢 加終點是誰的終點 Q是終點 這剛好有講過類似的 所以不再講 好所以同學想想看 垂直的部分 你 還有想到別的方法 好謝謝各位同學 好 Gee 這塊 我們